大家好,我是小五 昨天有朋友留言说 自己做的馒头揉面揉得很光 但是蒸出来起皮不光滑 我按照他说的方法 重新尝试了一遍 终于把原因找到了 今天分享给大家 这位朋友和面的时候 只加了酵母和温水和面 和成的面团有点偏硬 刚和好的面团 不建议大家直接揉光 这样太费力 咱们直接包起来发酵 发酵过后再揉就会很轻松 偏硬的面团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不会粘保鲜膜 整个的都能拿下来 蒸好的馒头起皮 有凹凸,不光滑 最关键的点就在揉面上面 揉面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被表面的光滑所诱惑 咱们要把它切开 查看一下里面是否有很多空洞 这样的状态就不行 要继续揉面 才能达到光的效果 面即将揉好的时候 咱们给它分成剂子 再次揉面 到了这一步 咱们揉面的时候一定要切记 面团本身偏硬 干粉少加 揉面的时候一定要少加面粉 朋友们应该了解 北方的呛面馒头 咱们在制作的时候 加干粉的量就很大 所以说它蒸出来 里面层次感很强 在家做普通馒头的时候 不需要这样 因为面团本身有些偏硬 咱们再加干粉 它就会分层 这样就会出现起皮 有些时候还有凹凸不平的那种样子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咱们画面中的这个馒头 特别的光滑 表面也非常的圆润 但是蒸制出来 就会出现起皮 不光 上面有小坑那种样子 所以小五在这里建议大家 咱们在蒸馒头的时候 面团如果偏硬 咱们尽量少加干粉 直接揉 这样就能够做出好看的馒头 发好的馒头 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 上面有坑 蒸好的馒头 和预期的效果一样 起皮 上面有坑洞 只要记住咱们上面说的 下次做馒头 一定能做得又光又滑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对您有帮助 记得点赞 分享 加关注